好那么再往下 来看下一个问题 叫初等变换和初等举阵 重点了 那就往后翻 翻到第三章 举阵的初等变换 与线性方针组 咱们先讲前半部分 叫初等变换 线性方针组 放在下这个再来谈 来看第一小节 举阵的初等变换 那么教材上呢 是怎么讲的初等变换呢 它是引出一个方针组 在求这个方针组的过程中 要进行很多次的加减消源 那么这个加减消源的过程 写成矩阵的语言 中间的消的方式就是谁呀 就是这个地方的初等变换 那么咱们不用看这个引力了 太长往后翻 翻到58页 看定义一 什么叫初等变换 来 初等变换有三种形式 也就是说这三种运算都叫初等变换 看第一种 用一个非零常数k 乘以矩阵的某一行 或者某一列 那这个呢 叫第一种初等变换 还有第二种 互换 互换矩阵的某两行 或者某两列 也叫一种初等变换 第三个 将A的某一行 或者某一列的k倍 加到另外一行 这种运算 也叫初等变换 如果大家是对行做的 我们称之为初等行变换 如果是对列做的 我们称之为初等列变换 不论是列变换 还是行变换 统称为初等变换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可不要把初等变换 跟行列式的性质搞混 行列式也有类似的语言 但是不是一回事情 行列式是横等变形 矩阵的初等变换是说 由一个矩阵 变成另外一个矩阵 它俩之间不是相等 而是一种变换的形成 一个箭图的形式 A变成B 这样说的 好 这是三种初等变换 那么再往下来看 什么叫初等矩阵 往后翻 初等变换有三种形式 那么再往后来看 六十页的定义二 这个往后翻 这个六十页 六十页定义三 咱们看一下看 看这两个定义 第二个叫初等矩阵 什么叫初等矩阵 看定义 由单位矩阵 由单位阵义 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得到的这个矩阵 称之为叫初等矩阵 那大家想 初等变换有三种形式 那么初等矩阵呢 是不是也对应着 有三种类型呢 比方说 咱们给一个单位矩阵 E 比方说这呢 咱们摆一个单位矩阵E 好 我说这是个三件单位矩阵 E E 好 那么大家看这个矩阵 我叫做什么呢 假如叫做A 叫做P1 P1 我给个单位叫P1 我说P1等于谁呢 等于E 然后是负1 再是E 我问你 这个P1 叫不叫初等矩阵 那什么叫初等矩阵呀 是不是单位矩阵 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那你看怎么变呢 这个P1 是不是可以看作是 单位矩阵的什么呀 是不是第二行 成了个负1倍呀 你可以读做第二行 成了负1倍 我也可以读做什么呀 我也可以读做 第二列成一负1倍了呀 所以这是一个初等矩阵 那我再写一个 这个P2 P2 比如再写一次 写这个 我写呢 这是0 这是1 这是0 这是1 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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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一样 我现在问 P2叫不叫初等矩阵 你看P2跟E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把单位矩阵的 一二两行颠倒了一下呀 一二两行一换 是不得到这个P2 是不也是经过一次呀 就换了一次呀 那也是初等矩阵 你可以读做一二两行换 我也可以读做什么呀 我也可以读做一二两列换呀 是不是个道理呀 那再比如再写一个 我再写个P3 P3等于 这是一零零 然后这是一 这是 这还是一 这是零 这是零零一 那我问 这个P3叫不叫初等矩阵 是不是回答E 叫初等矩阵呀 它是不是也是初等矩 这个单位矩阵 经过一次变化得了呀 怎么变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是单位矩阵 第一行的一倍 加到了第二行啊 那也可以这样读做 也可以读做 单位矩阵的第二列的一倍 加到了第一列上 所以P1P2和P3 都叫初等矩阵 但是我们发现了 尽管他们都是初等矩阵 那按照定义 他们都是单位矩阵 经过一次变化得来 但是每一个初等矩阵 它都有两种读法 它可以读做行变化得来 也可以读做列变化得来呀 所以单纯的给大家一个初等矩阵 你并不能说清楚 它到底是行变过来的 还是列变过来的呀 所以这对你麻烦了呀 哎 那么怎么说清楚 这就是下面初等矩阵的性质了 重点 那到底这个初等矩阵 是读做单位矩阵 行变过来的 还是列变过来的 谁说了算呢 这条性质说了算 看 一个初等矩阵 初等矩阵 首先初等矩阵都是可逆的 它本身都是可逆的 因为你想 什么叫初等矩阵呀 初等矩阵是单位矩阵变过来的 你比如像刚才这个地方 像P1这个地方 P1是这个第二行 我们读的行 第二行负一被过来 那你看 它的逆呢 它的逆矩阵 还是初等矩阵 对它求逆还是 初等矩阵的逆 它都是可逆的 并且它的逆矩阵 还是同一类型的初等矩阵 这个修制语 叫同一类型 什么叫同一类型啊 比如 打个比方 这个P1 就刚才那个地方啊 它是0 这个1 0 0 0 负1 0 0 0 1 这个矩阵的逆 你可以求一下 我们现在先不知道规律 当不知道 你可以老老实实地求一下 按照办事的方法呀 你求它的结果 应该是这个东西 好 那谁呢 是1 0 0 然后这是谁呢 这是0 然后这是负1 然后这是谁啊 这是0 这是0 0 1 哎 就它 那它俩有什么关联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P1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P1 是不是看作是单位矩阵的第二行 成了个负1呀 是不是负1呀 它那逆呢 哎 它那逆 这个那是不是还是负1呀 那这个那是负1 它规律不明显 如果这个呢 大家写个负2的话 好 这个就是负2的话 你老老实实求一下 你会发现 它那逆 这是变成什么呢 这就应该变成了 负的二分之一 变成这个数了 其他都没有变 负2变成负二分之一了 所以你发现 这种初等矩阵 它的逆 什么规律呀 那你看 所以得到了 如果是某一行 K倍 单位矩阵 DI行 K倍 得到的这个矩阵 它的逆是谁呀 它的逆 就是 仍然是单位矩阵 这一行 成个多少倍呀 成个K分之一倍就行了 是这个规律 这就是说 初等矩阵的逆 是同一类型 什么叫同一类型啊 同一类型的初等矩阵嘛 你这个初等矩阵 是单位矩阵第二行 成了个负二倍得来 所以你的逆 仍然是单位矩阵第二行 同样成个倍数 成个什么呀 你成负二倍 我的逆 就是成个负二分之一倍得来 所以咱们两个 是互为倒数的 这个是一个规律了 那么同样还有谁 还有这种初等矩阵 如果是这两行互换的初等矩阵 比如咱们什么呀 咱们这个P 这个P是不是单位矩阵 一二两行换了一下呀 好吧 这种两行互换的初等矩阵 它的逆是谁呢 它的逆 就是它本身没动 还是那个两行换了一下 这个结果 最后一个 如果是单位矩阵的某一行 成了个倍数 加到了另外一行 那么这种初等矩阵的逆呢 它仍然是单位矩阵这一行 的倍数加到另外一行 只不过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负K倍了 就差这个地方 这就是咱们谈到的初等矩阵的求逆公式 重要 这个地方 第一个看 初等矩阵 它的逆 都有相应的结论 就看你是哪一种初等矩阵了 比方看这个咱们的教材 六十二页 六十二页 看那个性质一 和性质二的中间 有一段话 说初等矩阵 都是可逆的 并且它的逆 都是同一类型的初等矩阵 并且下面给了三个公式 看 一挨接的逆 就是这种两行互换的初等矩阵 它的逆 还是这两行互换 没动 还有第二个公式 某一行成了个倍数 它的逆 还是这一行 只不过成了一个K分之一的倍数 第三个 某一行的K倍加到另外一行 这种初等矩阵的逆 还是谁呢 它就是单位矩阵 仍然是这一行 只不过是负K倍 加到了另外一行上 所以这三个小公式很重要 好 这是回答了初等矩阵的逆 的三个公式的原理 好 第二个 还是继续来 那就是考这个左乘右乘的问题了 刚才咱们说了 给我们一个初等矩阵 比如这个P 这个初等矩阵 你既可以读作单位矩阵第二行 负二倍 别的同学也可以读作单位矩阵的第二列负二倍 那到底是行是列 单看他自己 谁也说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哎 这样就能说清楚了 如果是在A的左边 一个矩阵的左边 给他乘上一个初等矩阵 这样乘的结果 就相当于对A做了一次同类型的初等行变化 哎 同类型的初等行变化 如果你是右边成了一个初等矩阵 那么成的结果就相当于对A做了一次同类型的列变化 比如 大家看看 比如 这个P1 咱们叫做 啊 100 0 负2 0 0 0 1 那么单纯的看P1 大家可以读作行 也可以读作列 但是 啊 如果我说 是P1 乘个A呢 这样乘等于谁呢 好 那就谁呢 P1 就是这个 100 0 负2 0 0 0 1 好 A矩阵随便写 啊 比如说 123 456 7 8 9 好了 那么这样乘 有什么作用呢 你看 此时 是不是在一个矩阵的 左边乘上一个 初等矩阵呀 你这样乘的 乘的作用 乘的效果 就相当于 相当于干什么呢 相当于 对这个矩阵A 做了一次 与这个单位矩阵 同类型的 初等行变换 此时 大家把它读作行变换 怎么读呀 如果读作行变换 这个初等矩阵 是不是认为是 第一 第二行 来了个 负二倍呀 所以 这样一乘 那就是相当于 对A矩阵 也做了一次 第二行 负二倍的变化 所以等于谁呀 等于 123 第二行 负二倍 那就是谁呀 负8 负10 负12 其他不动 7 8 9 这就说完了 这就是所谓的 什么叫 同类型的 初等行变化 如果是在一个矩阵的左边乘上初等矩阵 这样乘的效果就相当于对这个A矩阵做了一次与那个单与那个初等矩阵同类型的行变化 那如果是右乘呢 如果是A的右边摆上P1 这样摆的结果就应该把P1读作列变化 那么这样乘的结果就相当于对A做了一次与P1同样的列变化 好 如果把P1读作列变化 是不是相当于说把第二列来了个负二倍呀 所以这等于谁呀 那就直接等于把A矩阵的第二列来个负二倍呀 所以一四七第二列负二倍 那就是负四负二倍 负十 然后呢负十六 这个就是谁呀 三六九 哎 这就说完了 所以你看 初等矩阵呀 它到底是放左边还是放右边 这样就能分清 我到底是对它读作行变化 还是读作列变化了呀 所以这样 所以这就是初等矩阵的两个考点 第一 考大家初等矩阵放左边放右边乘 第二 考大家什么呢 考大家初等矩阵这个求逆公式 三个公式 所以只要考到初等变化 初等矩阵 永远这两条 第一 求逆得会求 第二 左乘右乘 到底什么规律 而这样来说 好 这是咱们说的初等矩阵的问题 再往下 咱们看一个例题 通过这个例题 咱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逆的问题 以及这个左乘和右乘的问题 那么这个题呢 咱们不是教材的题 而是带你学的经典立体选解 所以打开带你学 77页 77页第二个 立一的第二个小题 大家看一下看 立一第二个小题 说以至三节矩阵 A可逆 将A的什么 第一列与第二列交换得到B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说 把两列是做了列变换 做列变换 相当于在A的左边放上一个矩阵 还是右边放啊 是不是左边放是对行变换 右边放是对列变换呀 所以这个过程 分析一下 好 A的一二两列变 相当于说 在A的右边 是不是放一个矩阵呀 放一个什么样的矩阵呀 是不是就放一个 一二两列交换的那种矩阵呀 好 单位矩阵一二两列交换 就是谁的呀 一二两列交换 那就这个就是010 然后这是100001 大家想 A矩阵成它成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对A 做了一次与它同样的列变换呀 把它读成列 是不是单位矩阵一二两列换呀 所以这样一乘 就相当于对A做了什么呀 做了一二两列对调吗 这等于多少呀 等于B 好 再把B的第三列的负三倍 加到第二列 得到C 又是列 那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B矩阵 右边再乘一个矩阵 乘个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乘上这种 第三列的负三倍 加到这个什么第二列呀 好 单位矩阵的第三列 第三列的负三倍 负三倍加到第二列 那么第三列是谁呀 是001 它的负三倍加到第二列 这变成谁了呀 这变成负三了呀 这是1 这是0 这是100嘛 好 得到谁呀 得到的是C呀 那大家想 你在B矩阵的右边 乘这个矩阵 干了什么呀 那你看 这个矩阵放在右边 读多列 是不是单位矩阵的 第三列负三倍 加到第二列呀 所以B成他 相当于对B矩阵的 第三列的负三倍 是不是加到第二列呀 就那句话呀 所以这就是 用初等矩阵 来表述谁呀 表示初等变换 用初等矩阵 初等矩阵 来代替这个初等变换的语言 好了 他说满足PA逆 等于C逆的P是谁 那咱们看 这有什么关系呀 这是个B 所以就得到谁呢 这就得到了这样来写 是不是这个A 乘上这个矩阵 我就简写来看 叫做010 然后呢是100 然后001 A乘他等于B B再乘他 他再写过来 那就是100 然后是010 最后是0-3 再来个1 好 A乘他得B B乘他等于C 这边写完了吗 所以那就这样了 那两边取个逆 咱们看 两边取个逆的话 那你看 他说了呀 就是PA逆等于C逆吗 两边取逆 这是谁呀 看成A 真的看着一个矩阵 看着一个矩阵 或者看两个也行 看着ABC 左边取逆就是谁呀 左边取逆 按照逆的性质 应该是谁 应该是这个矩阵 叫100 010 然后是0-31 应该是他的逆放最左边 中间的矩阵的逆 还放在中间 是010 然后是100 然后是001 他的逆放中间 A的逆放最右端了 A的逆等于谁呀 等于右端C的逆 好了 那这样写的话 你说P是谁呀 是不是P可以认为是这个东西呀 这就是你的P呀 把它读做P 好 把它读做P的话 你得把这个P求出来呀 那怎么求 是不是他的逆成他的逆呀 好P是他的话 咱们看往下怎么求出来他 好 所以P我们知道了 是这两个矩阵哈 那么咱往下来吧 这个逆等于谁 这个矩阵的逆 你注意 这个矩阵是不是初等矩阵呀 初等矩阵 它的逆 是不是都有公式呀 有相应的公式 来你看 第一个这个矩阵 它是怎么来的呀 它是不是看作什么 第三列的负三倍加到了第二列呀 那么这种加倍数的逆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第三列的正三倍加过来呀 所以这个逆咱们把它写出来 我写的下一页哈 所以它的逆就是应该是这样写 大家看 它是这种什么第三列的负三倍加过来的 几倍加过来求逆 是不是应该是负几倍加过来呀 你负三倍加过来 所以我的逆就是谁呀 正三倍加过来 所以那就得到这样了 所以那就是 再写一步 推 那就是一零零 然后是零一正三倍了 零零一 这不是它的逆吗 好再来 它的逆是谁 这个矩阵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不是看成一二两列对调了呀 这种两列对调的逆是谁呀 是它本身呀 没动啊 所以还是谁呀 对调的那种情况 叫做零一零一零零零零一呀 哎 这个地方不是求逆公式吗 这就是批呀 它就是你的批呀 所以最后怎么办呀 最后大家再老老实实的背一下 你可以老老实实背一下举论的惩罚呀 你看咱们这个七十八页最上面 那么第一个逆就是一零零零零零三一 第二个逆就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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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那这就是批了 那这个批怎么算呀 有听说老师我说承一下 没必要承啊 哎 你看这为什么没必要承 他俩承 这两个都是初登举阵呀 比方说 咱们以这个举阵看作A 这段看这个初登举阵 你想你是不是在A的右边摆了一个P1呀 这个P1是什么 P1是不是独作列变化呀 是不是单位矩阵一二两列对调了呀 所以这个A乘P1乘的结果是谁呀 乘的结果是不是就是把A矩阵的一二两列颠倒一下呀 所以等于谁呀 一二两列颠倒那就是零一三 一零零 然后是零零一 等于多少 这就等于P呀 所以P是零一零一零零零三零一零 走完了 所以答案选择B选相看 你看就是反反复考大家两个知识点 一考大家左层还是右层 左层是对行变化 右层是对列变化 二考大家求逆的原理 你两行互换的逆 他没变还是他 你某一行K倍的逆 是这一行的K分之一倍 你某一行的负K 某一行的K倍加到另外一行上 这种的逆就是他的负K倍加上来 当然对于列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深刻的去理解 这个初等矩阵这两个知识点 就这个地方 一他的逆 这三个求逆公式 第二 这他左层右层的关系 左层对行 右层对列呀 所以写的很清楚 所以考大家初等变化 初等举论 始终是围绕着这两个原则来考 所以你自己可以把带你学的例题 我选的是第二个小题 你可以自己把例题一的第一个小题 和第三个小题做一下 当然第三个小题是考题 考研真题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自己把带你学吧 这个例一 第一小位和第三小位做一下 来重新的回顾一下 初等变换 初等矩阵 到底怎么考我们 好 这是他的性质 那再往下来看 就是用初等变换来求逆了 怎么用初等变换求逆啊 他的这个原理 把单位阵跟 把A矩阵和单位阵摆在一起 对他实行初等行变换 注意是行变换 只能动行 当把A变成E的时候 这个E就变成谁了呢 就变成A的逆了 这就是你要求的呀 求逆的原理 这那只能是行变换哈 那你如果是这样写呢 你把A跟单位矩阵竖着拼 这那变什么呀 这要做列变换了 当你把A变成E的时候 下面就是谁呀 下面就是A的逆了 这个A的逆不是穷吗 他不常用哈 咱们最常用的是这个地方 是这样写哈 他是常用的 把它横着写 写成一个大的矩阵 然后实行初等行变换 A变成E E就变成A的逆了 这是咱们以后求逆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所以请大家用这个方法 重新的要把咱们 这个第二章 有一个求逆的题 要重新做一下了 就是教材上的四十页 例十二哈 就是咱们那个例六的第二问哈 用这个方法 请大家把四十页教材 例题 例题十二 重新做一下 比较一下 是原书用伴随的方法好 还是这个地方用初等变化的方法好呀 显然它更简单哈 好 这是咱们说求逆哈 但是咱们教材的也有六十四页 你看 六十四页 六十四页的立二 是不是也是求逆呀 六十四页立二 还是求逆哈 这个教材 六十四页立二 所以通过这两个例题吧 大家熟悉一下 用初等变化 到底怎么求逆哈 中间的过程 一定要做得快一点 准一点 好 这是初等变化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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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